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人生没有逆境 因为每次我碰到所谓逆境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当成一个游戏 我会觉得它是我一个要闯关的时刻 所以我会用比较愉快 比较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它 或是把它当成一个挑战 甚至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都像 很久没有生气了 怎么可以这样我属女 人血无情的插手 绝对接手 身材玲珑 没有这代 像18岁 也没有吗 能力超群 能力超群 应该是 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 它就已经帮我想好的 做的比说的多的 周迅 明天会更好 或者是 我们下期见 那么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